原标题,泰国大选出选结果100%出炉,大域是否已经100%连任? 俄罗斯士兵进驻委内瑞拉是对是错,该不该,委内瑞拉最有发言权。 如果俄罗斯像美国一样,对委内瑞拉进行野蛮侵略,委内瑞拉会同意吗? 瓜伊多被打,实在不奇怪。 在委内瑞拉人民心中,瓜伊多是叛徒,是特务,是卖国贼,不打瓜伊多打谁。 据说瓜伊多的专车被砸,瓜伊多没有受伤,只是受到惊吓。 其实,瓜伊多受到惊吓完全应该,按照委内瑞拉法律,瓜伊多不顾委内瑞拉最高法院旅行禁令擅自外逃,应该判处30年监禁。 现在,委内瑞拉尚未对瓜伊多动手,不是不报时后味道。 瓜伊多的大内总管被抓,瓜伊多的专车被砸,瓜伊多本人挨打,说明马杜龙的反攻开始了。 瓜伊多即将迎来世界末日。 俄罗斯和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争夺,目前谁也不可能退步,但可以预计,最终的失败必定是美国。 理由如下,第一,在委内瑞拉,美国干的是坏事,俄罗斯做的是好事。 美国无力干涉委内瑞拉内政,俄罗斯对委内瑞拉选中送叹,一邪一正,邪不压正。 美国必输,俄罗斯必胜。 第二,俄罗斯既然已经驻军委内瑞拉,岂能轻易撤出委内瑞拉? 美国不是多次扬言,要从叙利亚撤军了吗? 但美国至今没有撤军,俄罗斯岂会从委内瑞拉撤军? 美国自身不干净,有什么资格指责俄罗斯,要求,俄罗斯从委内瑞拉撤军。 第三,委内瑞拉是美国的后院,俄罗斯军队好不容易深入护权,怎么可能轻易撤出? 如果美国要与俄罗斯硬打,俄罗斯才不怕呢?俄罗斯只有一百名士兵进入委内瑞拉,打死一人够门,打死两个转一个,把渣火延伸到美国地盘上。 让美国尝尝战争的痛苦,看看美国能否长张记性,不要动辄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力打击。 这一回,俄罗斯真的可以好好教训美国,毛谈云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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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